展熊飞来到西湖,本来是游山满水的,他要观赏风景,结果呢,碰见一件大沙风景的事。 断桥上面有一老头,他在那儿哭,展熊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,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,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帮董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。 这一下子展熊飞心情紧张起来了,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,展熊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,快来人啊! 啊,这有人跳水啦! 展熊飞怎么不跳下去就救他呀? 咱跟您说呀,展南侠不会水,说展熊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? 您忘了,这人可以多才,但不能全才,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,包括人的体能,他也是有限度的,说什么都行,没有那样的人。 展熊飞不会水,小的时候,他的父亲疼爱他,不让他学附水,生怕学会了附水,没事淘气,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,一不小心要淹死呢? 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?是这么个意思,所以展熊飞号称南侠,不会水,汗鸭子。 展熊飞不会水,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,他还着急呀,所以喊大家快来救人。 展熊飞这一海,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,大家伙围过来之后,站到岸边上,有的趴在敲廊上,哎呦,这老头,这怎么回事? 谁会水呀,谁会水,快点往前跳,谁会? 有汇水的,这准备要脱衣上往前跳,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在胡心亭那个方向,来了一只小船,这个船叫柳叶子,所谓柳叶子,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,两头尖,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,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,后边有一个人双手荡奖, 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这年轻小伙子是鱼狼打扮,不是鱼狼打扮,什么叫鱼狼打扮,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,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,所谓短衣裤,这上衣是短袖的,下衣也是短腿的,赤膊露腿,头上光头没带帽,挽着一个发转,发转上面别着一簪子, 古人都是满发转别簪子,这簪子可有说到,有金的,有银的,有骨头的,有象牙的,还有竹子的,这个小伙子戴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,什么呀? 他憋了一个柳树枝,这个柳树枝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,这个柳树枝上面还带着一个叉,叉上面有两个柳叶,这两个柳叶碧绿,他把这个柳树枝憋到这个发转上,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, 哥!您别看带着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,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,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,潇洒,欲众不同,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,五官端正,眉宇间有一股鹦鹉之气,体态交界。 当这只船来到断桥窃进的时候,这小伙子又打这船板上,众身忘记一跳,拿巧一点的船板蹭的家伙,蹦起来了,蹦起来之后,在半空中,就跟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,这是一跟头,双臂展开, 然后头朝下,脚朝上,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,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。 说这不是跳水吗? 对呀,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,跳水比赛,那跳水的动作。 但是现在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,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,那得有踏板,那踏板一弹,他起来了,他在空中做动作。 这小伙子没用踏板,就在船板上汗地八重,望起应纵。 这小伙子是在宋朝,要是在当今哪,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。 这小伙子头朝下,双手望着湖面的水一扎,眼看着喷,下去了,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。 斩兄非在旁边瞧着,暗暗地赞美,好伸手。 斩兄非心想,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,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,这个漂亮,这个美,要是一般的鱼狼,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了,他这好,当家伙蹦下来了,半空中,来一圈扎下去了。 小伙子下去了,一会儿的功夫,就看把这个老头游到水里边给拖起来了。 老头这一拖起来,按上面看热闹这些人就都说了,找这老头了,想想想,这老头,往这不来,往这不来,慢点慢点,怎么样,还活着没有,你说,轻点轻点。 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,老头救上来之后,已经是人事不醒了。 小伙子把这个老头,先是倒过来,控了控水,这老头的水没少喝,瞅那肚子都大了。 据说呀,溺水的人,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,好救,就怕没喝了水,拿水给枪死,那是大脑被枪了,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。 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,然后,他自个儿一扶身,俩手扶着磕膝盖,瞧瞧旁边的人,哎,哪位,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,我把那水给他往外排一排。 这功夫赞招就过来了,赞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,横着站在这小伙子这个后继背上,这小伙子慢慢的走, 一边走就有震动,随着这个脚部的震动,老头那个嘴里面慢慢一口一口的,还慢慢吐嘴,最后啊,听见老头叹息一声,哎呀,旁边看热闹了人一看,行了行了,活过来了,没事了,活了。 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,然后,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,老半天的功夫,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,睁开眼睛,望周围一瞧,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,怎么回事,大家伙子都探着脑袋看他呀。 哎呀,谁把我救了,这个年轻的鱼狼在旁边就笑了,我呀,大爷,怎么的啦,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啊? 哎呀,您瞧瞧,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这是西湖啊,这西湖没景,天下第一啊,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,您老人家可倒好啊,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,对得住这景嘛,有什么事想不开呀,啊? 哎呀,老头相争咋的要起来,展青飞在旁边过来一掺的老头,那小伙子也帮了一掺,老头坐下来了,老头坐在了地下,缓了缓气,哎呀,小伙子,我跟你素不相识,你干嘛救我呀? 旁边这些看热闹了一听,嘿,这老头啊,人情不懂,事理不通,人家救了他了,他还责问人家,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,面带笑容,老爷对,这救人还得认识吗?啊? 哎呀,眼瞅着您跳了胡了,甭说我呀,这要是会水的,谁都能过来救您的,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? 不是啊,我说你这小伙子,你要知道啊,我要是想死,那就是没法活了,我要是能活着,谁还愿意死? 嗯?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,所以我才决心死,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,不让我死,完了之后我还得死,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? 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,你这个老东西啊,这是不懂人事儿,你说你跟人救他,他还埋怨那小伙子? 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,老爷子,您就那么想死了吗?啊? 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? 说清楚了之后,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,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,让您不死? 老百姓讲话呀,好死不跟爱活着,您这么大岁数了,那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,什么事儿还看不开呀,有什么事儿能把您难住? 展兄飞在旁边说,是啊,老人家,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,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啊,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,就是您想死, 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,我们大伙听听,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,让您不死啊,你们帮不了这忙,我说了啊,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,这个鱼狼就说了,哎,老爷子,您把这事儿说出来让我听听,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? 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,您就不死了,如果说,您说完了我一听,哎,这事儿的确很困难,解决不了,您不就是想死吗,这事儿好办,我呀,我把您在扔壶里,旁边这看热闹的运行,这什么人都有,你别跟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,你要把他在扔壶里呀,那你这就是杀人罪, 大伙,大伙瞧着这热闹,有意思儿,看你老头怎么办,老头听这小伙子那么一说,你把我再扔壶里,我说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,刚才我都喝饱了,你又给我空出来了,再扔里,我还得重喝, 小伙子,小伙子说,你先说呀,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,哎,好吧,要非要听啊,我就给你说说,我呀,姓周,我叫周增,我就在这西湖边上,啊,这个天竺寺,那个中天竺那块儿, 我开了一个茶楼,周家茶楼,这西湖边那老户啊,都知道,我们那老两口子,有个女儿,这个茶楼呢,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,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,结果,就那年,杭州下一场大雪,这雪啊,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, 早晨起来,我一开门,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,爬了一人,把我吓一跳,我把他掺扶起来,一看哪,是个年轻小伙子,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,一问,还醒过来了,他就说了,他说他姓郑,就是郑新,这郑新哪,外乡人,家里边父母双亡, 家里边找了一把天火,烧的片马屋村,无处投奔,就到杭州这儿,要投他一个姑表亲,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,他这姑表亲搬家了,搬哪儿去了,他也不知道,肚子里边无石,身上无衣, 又赶上天寒地洞,大雪飘飘,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儿就晕过去了,我给他弄了点吃的,让他还醒过来,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, 我瞅他无处投奔,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,投青不欲,哎呀,就产生了恻隐之心,我说好吧,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,给我当个伙计,在这儿给我当个伙计,搬个忙,给我照个座,我呢,每月给你点钱,然后我管你吃,管你喝, 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,收留下来之后啊,这小伙子还别说,真挺勤的,我还发现,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,我一问他,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,尽管说没考成秀才,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,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,还能帮着我记事,哎,我觉得他挺好, 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,我这个闺女呀,跟他就熟了,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,我又想啊,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,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,公伯王侯朝郎复马,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,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,就孤身一个人,而且还读书识字, 把女儿给他就得了,就这么的,包括女儿,我就许配给他了,他就成我的女婿了,这正心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,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,对我们老两口子,伺候得非常周到,过了一年多,我女儿怀孕了,结果生孩子的时候,难产,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, 我女儿这一死呢,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,我没有儿子,就这么一个女儿啊,女儿一死,白法人送黑法人,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, 我们老两口子,在最悲痛的时候,这正心跟我说了,说爹娘啊,您放心,有您的女儿在,我是您的女婿,没有您的女儿在,我是您的儿子, 从今往后,从今往后,我对您二老,那就叫活着养死了咋,哎呀,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,就觉得,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,还真是好人,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,得了好报了, 这个正心呢,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,但是我们就想啊,说正心啊,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, 虽然说,你是我的女婿,现在又说是我的儿,就是你是我的儿子,也得给娶个儿媳妇,再找一个吧, 托梅人宝梅呀,就又给他找了一个,这个姓王,这王室进来之后,对吗,老两口子还算不错,跟正心一样,也是挺孝敬, 后来正心就跟我说了,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,要修理修理,刷洗刷洗,正心就说,说爹啊, 这么说吧,以后啊,您这茶楼啊,您要百年之后,他就得是我继承了,是不是这个样子, 我说对呀,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,他说我呀,有一个担心,我说你担心什么, 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,都是姓周的,就怕将来啊, 您要是百年之后,您这远房的亲戚到这儿,来要这财产, 我说那个不要紧,我说这我立个字去, 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, 正心说干脆吧,你也这么大岁数了, 这个茶楼啊,就改成正家茶楼得了, 这样一来呢,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, 你也那么大岁数,不能干更多的活了, 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, 什么事不用您操心了, 我一听这是孝顺啊, 我说好吧,立了个字去, 这茶楼就转给他了, 这牌表就改了, 周的茶楼就改成正家茶楼了, 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, 字去立完了, 正心这小子啊,这心就不正了, 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, 那个孝心也没了, 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啊, 身体不好, 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, 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, 煎汤熬药, 找大夫给看病, 这钱最初都是他花, 后来他不管了, 让我自个儿花, 我自己有点积蓄, 我就拿出来给老伴看病, 不光这个, 这正心心取的这媳妇的王氏, 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, 动不动, 就念点贤七六八, 撒土杨昏, 旁敲色机, 说些难听的话, 我老伴那也不是糊涂人哪, 能听过明白这个吗, 只要一搭茬, 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, 我老伴就让他们这么气, 生生给气死了, 童鸟死了, 我老伴死了之后, 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, 这正心给我出主意了, 说爹啊, 咱这个茶楼啊, 不光开茶楼, 稍带着应该卖点饭, 扩大点精英范围, 咱们的闲旁呢, 可以开店, 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, 卖给客人, 我就说了, 我上哪住下, 他能拔脚呢, 咱们有个仓库吗, 收拾收拾, 您在那住住, 我一听我这间隔了, 让我上仓库里住下, 我一想仓库里也行, 我就上仓库, 就这么着, 我搬仓库里住下了, 可是搬仓库里不住下, 也不安生, 他又跟我说了, 说爹啊, 您是不是上外边租建房, 咱这个店呢, 开得挺火, 不少的客人到这游戏湖, 看咱这个位置好, 都想在咱这住, 您要是上外边租建房住呢, 这仓库收拾收拾, 还可以让客人来住, 我一听这个, 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, 我说外边租房啊, 你得等我找着, 我就跟他急了, 为这事, 我们俩干了一仗, 后来, 我想啊, 这怎么办, 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, 说这小子, 黑得心了, 你应该告他, 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, 人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, 派了我一身, 不是把我打了二十板子, 所以我前死后想, 我没了路了, 我老婆也死了, 闺女也没了, 剩我一股老头子, 他要把我赶出来, 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, 我说不明白了, 既然这样, 我就找我老伴去了, 因此, 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, 这忙你帮得了吗? 鱼狼一听, 哎呦, 就这个事啊, 这忙我帮了!